欢迎收看星期二频道的台湾新闻 又见到同一个画面 可能就是同一天录两条片 最近都没什么出片 自从我扣入了这个小工具之后 不用带电脑出街 带这个小工具出街就可以剪片 不用每次都回家才出片 快捷方便 并且多得大家的支持 最近又在烦学上的烦恼 所以也要扣入一个小工具 去帮助自己看书 今天的台湾新闻 就是这里 台北市政府被网民发现 他们的网址 在这个小工男人 就是申请网址 申请网址 网友在Facebook指出台北市 既然是阿里巴巴的中国科技公司 可以质疑台北市政府努力推台北通 即是台北版的自私版的 安心出行的一个APP 被民众注册 把台湾民众个人资料 逢送给大陆 民进党籍的议员透过新闻稿 老友说台北通APP 日前才遭到民众铺冤 致入性强制推销 在停车场入口 设立台北通的专用入口 好嘞 这个安民设厉害 开发一个APP 支持他 支持他 入停车场会更快 变民都变妖民 现在又发生台北 网域外流 到中国对岸阿里云 的事件 简直是 对中国芝麻开门 这个称 陳怡君 立委表示 台北市 连最基本的资讯安全 都不能把关 不单牵着个人资料 的问题 亦都有 国安的疑虑 国家安全的疑虑 认为台北市政府 尽快 尽快 设立 资讯安全的 稀查 尊重小组 尽快检统和 撤查 继续看 台北市的资讯局 即是 阿文哲那边 就说台北网域是由一间叫网络中文资讯的公司管理 去签约的时候已经写到明厂商执行这个project的时候 旗下的成员不可以是大陆人士 也不可以提供和使用大陆厂牌的通讯产品 车地不可以用阿里巴巴、阿里妈妈那些 资讯局就说 这个营运商明显已经违反合约了 就一一了 要将要求 就很快要求 立即完成的网站 主机位置要快些转移回台北 即是台湾境内的伺服器之外 也都会依根据合约进行后续的处理 现在被人踢爆了 不知怎算好了 用四分钟讲单 和香港人没有什么熟悉的新闻 讲回鸡蛋 又没有鸡蛋 又没有鸡蛋 买鸡蛋买到层出不狂 台湾有民众不满以台北市日有店铺要求 消费者在店铺消费满200元之后 才可以买20粒鸡蛋 冒到报警 台湾做什么都好 报警 好像有前几天那样 在街边看到一只被车车亲的猫 已经过了新猫 都是报警 报警就处理到 不过 阿sir来到之后 要等消防部门 要等动物组织开工 所以 召唤阿sir来都没用 大家都是等待 罩到报警之后 警方又依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处理 在网路上罵声不断 很多人都罵这个店铺 台铺台铺台铺 发灾难彩 有個律師姓余淑幸律師表示 並非以高過市價販售貨品 就一定會構成台價空台物價 他說這個法律就以公平交易法第十五條禁止聯合行為為主 原意就是競爭關係的事業相當互相聯絡 卻但用共同採取條障售價團職貨品 即是團職居期限制銷售條件等措施 藉此影響市場供需機能 即是不可以被人團職居期收起貨釣高來賣 台灣是不可以的 但因為這個聯合行為 必須有很多事業體結盟才能達到影響的效果 如果商家沒有互相結盟 亦沒有團職貨品 只是調高來賣 自行制定販售條件 只會影響消費者的購物意願 不至於破壞同業之間的競爭關係 不符合聯合行為事件 不過就不是搭售 即是搭著來賣就屬於違法 原來在台灣在這個公平交易法的規範 判斷違法的準則 判斷違法 有沒有違法的準則 賣方要有 沒有足夠市場的佔有和影響力 先可以用這個搭售的行為 對市場造成影響 有沒有導致被搭售 是這個搭售很奇怪的字 搭售的物品出現排除競爭 例如賣方已經壟斷A市場的 A產品的市場 並且要求民眾先買B 之後再買A 導致B的銷售量 並非商品本身具有的優勢 而是民眾買A的緣故 才可以令B的商品 可以排除市場競爭獲取獲得的銷量 最後要看店舖店家有沒有正當的理由 例如是維護商譽和確保商品的品質 這個律師認為 警方以社會秩序維護法受理民眾報案 但是這個寫違法第68條 第三項條款強賣物品的範圍 即是指違反了意願的強迫銷售行為 並使用的手段不需要達到恐嚇和暴力的程度 只違反交易對象的意願就可以 而要求買200元才可以買20顆雞蛋的商家 所謂的商業交易條件不一定屬於違法行為 因為律師說的東西很難翻譯 即是說這個店舖應該不是違法的 只是它的銷售手法有點奇怪 不過就不是違法的 因為它買些雞蛋 它不是因為你要買那個東西先買那個雞蛋 或者是要買200元才買雞蛋 原來是兩件事 即是你買蘋果才可以送筆給你 是不是 你買什麼牌子都可以送筆給你 是不一樣的 說得也不一樣 說得也不一樣 再看看第二單的新聞 有一單不說了 有一些黃標字 那些 看一看 現在說動物有關 在高雄有對兩夫妻去到警察官報案 即是派出所 警察官報案 表示她們養的鷹母 趁夫妻她兩夫妻開門的時候 飛走了 不停喊她們的名字都沒有用 希望警察可以幫幫忙 好 警察就依規定受理 在Facebook上找一個鷹母群組 發現之前有網友 post文 有 被偽造一隻皮菇灰羽 立即上網留言 叫偽造他的人和警察官聯繫 在9日凌晨11點左右,姓溫的姐姐經警方通知後 帶著鷹母的寵物背包到警察局 警察局所長的大粒立即聯合併案的兩夫妻應領 那兩夫妻表示他們所養的寵物鷹母非常甜醋 舌醋,耳朵是誰舌子? 是否說是很吵? 平時都叫做阿公阿嬤,阿公阿嬤 但姓溫的姐姐撿到的鷹母雖然外形非常相似 但非常安靜 很擔心鷹母根本不是兩夫妻本身養的那隻 有養鷹母的姐姐提供給兩夫妻跟鷹母近距離接觸 如果不是真正的主人,鷹母就會防衛性攻擊 即是會嚇人 就是為甚麼 幫姓溫的阿嬤打開草物背囊之後 兩夫妻叫鷹母的名字 HELLO! HELLO! 鷹母乖乖地飛到兩夫妻的手上 大家先鬆一口氣的時候 這個阿嬤就笑到自己撿到鷹母的時候 曾經聽到她很小聲喊了阿嬤 不過她是阿嬤來的,她喊了阿嬤 而當時的兩夫妻 就是阿伯和阿嬤 提到阿嬤、阿嬤的時候 心裏便已經確認她撿到的鷹母就是她的乖孫 那兩夫妻見到心愛的鷹母回來 是欣喜萬分 即是非常開心 這樣譯回來 這樣譯回來 就表示 HELLO! HELLO! 即是那隻鷹母 不是同大家HELLO 那隻鷹母叫HELLO 由一個月養到現在 已經十幾年了 老了 已經是家裏面 已經是家裏面 不可說她的一份子 非常感激過阿嬤和警察的幫忙 好 所長 即是警察的大粒 提醒那兩夫妻 要把她的乖孫 臭好 不要再不見 嘩 這樣可以 鬆一口氣 好了 我們今天的時間到這裡 十幾分鐘了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星期二頻道 訂閱曬 訂閱曬 不是訂閱一個 訂閱曬星期二頻道的所有頻道 所有頻道 最近又被人打壓了 再加上有些人亂說話 好了 我們今天到這裡為止 咦 多多留言 我會看的 平時都有人說有懶音 沒有看 沒有做功課 現在有做功課 下面有個小工具 我不不同 即我不會拍給大家看 小工具 因為多多大家的支持 我才可以擁有小工具 也都可以 有蚊 很大的蚊 今天這個小工具 可以看稿 看稿 看稿 我的眼睛在下面 好 看回來 平時怎麼錄 平時就是要蹲在旁邊 接著就開錄音機 錄音機 又要開網站 然後網站又不見了 不見了 接著就要剪剪剪剪剪 現在不用 一剪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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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 拜拜